一小豆子就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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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师兄你的耙子不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 十次钉耙 是专业为你打造的吗 不是 九次钉耙 这是十次钉耙 外加一加送一提 猪八戒是几尺钉耙 他是猪八戒你是九戒 猪八戒是几尺钉耙 九尺吧你是十尺 他是八戒你是九戒 那你是他兄弟 那是他哥 我不想想 我怎么也弄过 不行 平了就行 你看 很大 这一看你就不专业 业余先生 哎 二把刀再给我扶一拍 这球弄好这球不要开 嗯 对按下去让它维住 嗯 哎 咱爹呢 咱爹单位打电话了 让去单位了 我今天买了鸡 我还说是咱爹来咱们一块吃鸡呢 他说他单位吃 是啊 嗯 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咱们今天做一个家常炒鸡 一起来看看吧 先给小金做个美甲 把指甲先给他剪掉 然后把鸡给他剁成小块 切好的鸡肉装在盆里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肉处理一下 先加点面粉 再给他来点食盐 料酒去腥 然后呢咱们用发财的小手给他下手抓拌 咱们洗鸡肉的时候呢 加入面粉 因为面粉呢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把咱们的鸡肉里边的一些杂质和血水呢 能吸附干净 加入食盐 食盐是消毒杀菌的 咱们就像这样呢 给他来回来抓拌 咱们在做鸡肉的时候呢 嗯 其实不需要去焯水 焯出来的肉呢 反而会特别的柴 又柴又老不好吃 咱们大约给他抓拌呢 手发黏了 大约抓了有两三分钟 像这样就可以给他洗了 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呢 把这个面粉呢 给他冲洗干净 大家看一下 洗出来很多的杂质 是不是啊 最后将鸡肉给他抓洗 水清澈 像这样就可以了 给他控水捞出来 放在漏篮里给他扣水 现在咱们来洗点破碎 把这个香菇给他冲干净 切好的香菇给他放到另外一个盘里 咱们来拔两颗葱 再搅这些香菇给他趁热 你自己院里有菜吃就是方便 咱们把这个葱给它洗一下 咱们把配菜改一下刀 切好的葱姜 收到这个盘里 先给它改一下刀 切好的香菇给它装到盘里 咱们一会儿留着备用 咱们准备切红椒 切掉根地 从中间给它切开 把籽给它去掉 青红椒呢 咱们给它切成小块就行 切好的青红椒装到筐里 好了吗 好咱们下面来炒鸡了 锅里加油 咱们炒这个鸡呢 一定要大火 咱们把鱼肉都给它烧热 这会儿说可以下鸡肉了 这个鸡肉已经控好水了 咱们下入鸡肉 把鸡肉的水汁给它烤进去 把这个鸡肉呢 给它烤至颜色发白 像这样呢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咱们炸入葱姜 继续炒香 炒出葱姜的香味 炒香之后加入料酒去腥 生抽鸡肝 老葱上色 鸡肉炒均匀 咱们下入香菇 继续把香菇里的水分给它煸炒 香菇炒至变软之后呢 咱们加入开水 然后盖上盖子 给它炖上15分钟 这个肉已经差不多熟了 咱们下入青红椒 咱们自己的口味加入食盐 给它翻炒均匀 咱们做这个鸡肉的时候呢 不用加入过多的调料 咱们呢就吃鸡肉自己的鲜味 给它继续搅拌均匀呢 把汤汁收一收 出锅前加入香菜 早一点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装入大盆中 开饭了 哦 赶快吃吧 看上咱这小鸡怎么样 今天是啥日子 今天不是种蒜了吗 今天有点遗憾 本来让咱店在这吃饭了 看你单位叫呢 说有事了 他没口服了 那你多吃点 嗯 还行哈 比我多的稍差点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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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你做啊 你拉接一来 好了 我睡着着 睡着着 睡着着